大家好,我是Stan 9月11号,Honey在YouTube直播中透露 当他在海埔大楼的走廊等待时 遇到了通公司其他艺人和经纪人 并主动打了招呼 但该经纪人却回应说,无视他 直播结束后,有部分网友们之一 这是否属于职场霸凌 然后今天,10月15号下午 在国会召开的环境劳动委员会 国政监察会议上 New Jits成员Honey以参考人身份出席 而Odoa代表监海埔首席人士官Kim Ju Young 则以证人身份出席了 在当天的国政监察会议上 针对Ido拍截与职场霸凌问题 展开了讨论 我们来看一下Honey和Kim Ju Young代表发言的重点部分 如果有漏掉的内容 希望大家能用留言来补充一下 首先,Honey表示 我今天出席的原因 是为了说明在New Jits成员的直播中 提到的我遭遇的事件 海埔大楼内设有一个专门提供 发型和化妆服务的地方 当时是正准备参加大学庆典活动的时期 完成造型后,我在走廊等待时 遇见了同公司三位成员和一位女经纪人 并向他们打了招呼 大约5到10分钟后 他们再一次从里面走出来 而我依然站在同一个地方 就在那时 那位经纪人对跟随她的成员们说 假装没看到,无视她 Honey再次详细说明了在直播中解露的内容 Honey接着表示 我无法理解为什么我要遭遇这种事情 也不明白为什么那位经纪人 会在工作环境中说出那种话 而且这种情况不是只发生过一两次 她接着说明了出席的原因 我知道如果不站出来,这件事很可能会悄悄被掩盖和忽略 所以我选择停身而出 这种事情未来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 因此我希望其他的前辈后辈以及练习生们 不要再遭遇这样的事情 从初到初期开始 我曾多次遇到公司高层 但他们从未回应我们的问候 在航国生活期间 我了解到应该对年长者更加礼貌地打招呼 然而他们不回应问候 让我觉得这是一种缺乏基本礼仪的行为 公司内部也存在一种特定的氛围 虽然难以明确说出来 但这种感觉只有亲身经历的人才能体会 而对于在上半族轮台上 出现的海捕员工批评旗下一人牛尽死的贴文 哈尼表示 我看到公司员工在辱骂牛尽死的贴文 我还听到公司公关部门的一位主管的录音 显示他试图压低我们的日本出道成绩 甚至进行负面宣传 不仅仅是我的感觉 我已确信公司对我没有反感 针对哈尼解漏的内部排解 欧度尔代表金吉尔发表了回应 我在6月13号 首次从哈尼的父母那里得知这起无事事件 听到这事件后 出于保护艺人的考量 我要求条约监控进行确认 虽然涉事经纪人所属的公司与我们不同 我还是向该经纪人和艺人确认了是否确有此事 此外我也询问了是否能恢复 因保存期限到期而删除的监控记录等 采取了一切我能做的措施 遗憾的是 双方的说法存在分歧 但我相信哈尼的主张 我也怀着焦急的心情尝试寻找证据来证明此事 但很可惜 目前尚未能找到切切的证据 当时作为欧度的内部董事 我认为我以尽力采取各种可能的措施 然而看到哈尼如今怀着这样的心情走到这一步 我不禁反思 或许当时我还能做的更好 对此哈尼回应 抱歉 但我不认为你以尽全力 其实您可以做的更好 您说过想保护我们 但如果这想这么做就应该为我们而战 然而我没看到您有这样的意志 因此无法说已经尽力了 公司试图已 因为没有证据 所以无可奈何为由结束此事 他们提到监控中 我有打招呼的片段 但在我说明整个情况后 我无法理解为什么影片 只剩下前面打招呼的8秒 因此我检查了监控 结果正如他们所说 只剩下那8秒的剪辑片段 而事发后的5到10分钟影片却消失了 我认为这就是他们说谎的证据 于是我请求能否与那位经纪人当面对质 如果这真的是误会 我认为应该解开误会 艺人和利息生之间的合约可能有所不同 但共同点是我们都试认 我希望公司能再多理解这一点 对此金俊表示 正如哈尼所说 我会更加倾听艺人的声音 加强沟通 在目前的情况下 双方的说法存在分歧 因此确认事实真相非常重要 我将诚实配合正在进行中的劳动庭调查 不仅是哈尼 对其他艺人我也会更加用心倾听 并妥善保护他们的权益 我将更加悉心地关注艺人们的梦想和希望 确保他们能安心追求自己的目标 哈尼最后留恋表示 首先感谢大家让我有机会来到这里 今天的讨论是关于职场霸凌和排挤问题 在经历这些事情的过程中 虽然我明白法律无法解决世上所有问题 但如果彼此能够以人之常情互相尊重 也许就不会有排挤的问题发生 我看到有很多人在担心我们 真的非常感谢大家 很多韩国朋友对我说 对不起让我在异国经历了这些事情 但我想说 我在这里遇到了如家人般相爱的成员和同事 也能从事我喜欢的工作 所以真的不需要感到抱歉 韩国是让我能做我喜欢事情的国家 所以我不明白为什么要觉得对不起 真正应该道歉的人另有其人 如果没有做错事 就应该坦然出面 然而对方却总是回避 这种态度让人感到非常无奈和失望 如果还有机会再参加这样的场合 我会更加努力学习韩文再次出席的 哈尼也表示 欧洲大使馆也联系了他的父母 表示若有需要将提供协助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哈尼 那我就不再说对不起了 我会更加努力的支持你 谢谢你鼓起勇气站出来 哇 一个外国人竟然能在这种 充满压力的国政监察现场 独自站出来 还能这么清晰的抓住重点发言 真的太聪明了 他的判断力怎么会这么好啊 我支持尼尽死 但我真的不明白 仅仅因为路过时 有人说了一句无视他 就需要到国会去诉说 这是职场霸凌吗 拍补的金具用说 职场霸凌是针对海补内部成员之间的问题 但艺人不算是海补的成员 从这句话就可以看出 他们平时是如何看待艺人了 我知道哈尼没有做错什么 但米尼级持续透过丑新闻说 艾里抄袭里斯拉平接受公主待遇 并将出道延弃的责任推给他们 这不就是职场霸凌吗 毫无根据的在公司内部和大众间 散布谣言和留言 不也是典型的职场霸凌吗 金具用也有点可怜呐 他只是被推上前线当踢罪样而已 肯定也感到非常为难和压力 即便是接受了法务团队的建议 把台词变得滚瓜万舌 但讲话时仍能感觉到 他自己也觉得很无奈 就像媒体们报道的一样 只看国政监察内容的话 哈尼完胜了金具用 对于哈尼出席国政监察会议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revival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